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佐安豬遊戲的虎林牧場 我是赤虎 今天是大年初二 祝福各位新年快樂 在農曆新年假期當中 電玩亂報依然持續帶給大家遊戲的相關消息 不過確實我也需要放假 所以這部影片是事前先做好的影片 如果是除夕之後才發生的遊戲新聞 就不會整理到這次的亂報當中了 2月大家最期待的 任天堂直面會目前始終沒有消息 我在上週有分享了一部直面會的閒聊影片 有興趣的觀眾歡迎一起討論直面會的相關期待喔 另外上週任天堂的財報也發布了喔 我也幫大家做了整理 這次財報當中的問答還真的是相當有趣 除了這些之外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本週還有哪些有趣的遊戲新聞 日本手上現金最多的公司出爐 前陣子日本的一間媒體 東洋經濟公開了一篇文章 內容是企業手頭上有多少資金 實際上他們每年都會做相關的報導 而這次的第一名 由任天堂拿下 手頭上有多少資金喔 這件事情不表示 任天堂就是最有錢的日本公司 而是指說他手上有比較多的閒置資金 也就表示一家公司的財務狀況越安全喔 舉例來說 某一家公司他的市值可能很高 但可能手上還有大筆的貸款等等 那麼公司相對於手上流動資金很多的公司來說 就比較不健康 任天堂這次的第一名 根據計算出來的結果 目前的淨現金的總額是 1兆7186億日元喔 任天堂身為一間老牌保守的公司 我覺得他們在策略上走的 相對比較保守安全的路線是合理的 不過我很意外 今年還是由他們拿下冠軍 因為任天堂在去年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也有一些新的規劃在做 包含遊樂園、電影、博物館等等 甚至他們還有在為自己的公司擴建 正在蓋一棟全新的辦公大樓 來強化自家的遊戲與技術開發 做了這麼多事情的情況下 他居然還可以有這麼多額外的錢喔 這一點就真的讓我相當意外了 不過也就如之前我們在財報中看到的 其實現在的任天堂社長 即使面對Switch現在的成功 也依然不認為任天堂處於安穩狀態 任天堂在過去經歷過好幾次的換代痛苦 這也成為了他們的傷痛 或許也正是因為這些經驗 讓任天堂持續保持在保守的路上 不過其實身為一個任天堂遊戲的愛好者 我自己是樂見於目前的狀況 持續前進卻不照鏡 但在創意上永遠開放並衝刺 這一點或許也是我們喜歡任天堂的原因 期許任天堂未來能夠越來越好 遊戲機三國鼎立的年代可能要走入歷史 如果有在關注Xbox相關新聞的玩家 最近有一件事情可以說是吵得沸沸揚揚 在國外有自稱是知情人士的人 在網路上做了一個超大的爆料 他說Xbox內部目前正在準備 要把Xbox的遊戲做全新的跨平台策略 打算要把Xbox本家的獨佔遊戲 跨平台推出到PS5跟任天堂的主機上 這些遊戲包含星空、印第安娜瓊斯 古老之圈、Hi-Fi Rush等等 其中印第安娜瓊斯是1月Xbox才公布的遊戲 根本就還沒上市喔 也是大量玩家期待的遊戲 在這邊要先跟不了解的玩家說明一下 有些人可能會想 欸不是啊 Xbox的遊戲本來就會在PC上推出啊 本來就跨平台了 那出在別的平台有差嗎? 實際上還真的有 雖然有很多人習慣用電腦玩遊戲 但依然有一派的玩家喜歡用主機玩遊戲 尤其是對歐美人來說 主機才有辦法在客廳玩 一旦Xbox放棄了主機上的獨佔 某種程度上會讓玩家失去買Xbox主機的理由 那乾脆買別家的主機 等你的遊戲出過來就好 在哪裡買不是買呢? 也因為這個爆料 國外的Xbox玩家可以說是全都被炸出來了 相比於Switch新主機這種爆料 Xbox這次的爆料 很有可能會導致主機的三強鼎力 變成只剩下二分天下 這對遊戲市場來說是很重大的事情 Xbox的決定會影響它會不會變成第二個SEGA 玩家們也很希望能夠獲得說明 當然也有一些冷靜的玩家 覺得這就只是一個傳聞 大家先稍安勿躁 傳聞開始傳開之後 2月6號的那一天 Xbox的品牌負責人 Phil Spencer在X上發文 說他們聽到了大家的聲音 他們預計在下一週要舉辦一場業務更新活動 到時候會跟大家分享更多 關於Xbox的未來願景細節 這個說明又讓玩家炸起來一次 因為Xbox不是選擇第一時間闢謠 而是突然說下週會專門跟大家說明 來自PS玩家的冷嘲熱諷 Xbox玩家內心的不舒服 任天堂玩家的滿頭問號 一場遊戲市場上的大變動 似乎正在暗地裡發生當中 身為一個這幾年加入Xbox的玩家 我才剛喜歡上他們的遊戲主機 也莫名的讓我關心到了這個事件 我自己還是希望 Xbox能夠保有它主機的必要性 我認為每一款本家遊戲 就應該用本家的主機來玩 並且遊戲公司需要賦予這些遊戲 一個只能用我的主機玩才好玩的理由 讓玩家更加的享受在遊戲當中 下週Xbox的發表 就讓我們再讓子彈飛一下 在農曆新年之前我有幫大家整理了 任天堂港區的遊戲特賣活動 不曉得各位都有去逛了嗎? 這段時間除了之前介紹過的任天堂 上週亂報提到的SEGA之外 還有一些遊戲公司也有推出特價活動 這次要分享給大家的是光榮推出的新春特賣 目前特價活動已經開始囉 會一路持續到2月18號 如果過年沒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也可以考慮特價買個遊戲來玩喔 Fate Samurai Remains目前30%off優惠中 Fate這個IP推出的遊戲 這款動作玩法的內容相當不錯 劇情呈現上也很有趣 遊戲在Steam上目前保持著極度好評的成績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考慮 戰國無雙5目前50%off優惠中 日本戰國武將的無雙遊戲 這款遊戲在美術上相當有特色 同樣在Steam上維持著極度好評的成績 沙拉達無雙在二起四路 目前30%off優惠中 光榮幫別人做無雙那真的是做得相當優秀 不過這款遊戲多少會有調整的問題 但我自己玩起來不至於影響到我的遊戲體驗 劇情描寫也很不錯 年輕的鷹派也很可愛 大家可以考慮看看喔 另外光榮旗下的煉金工坊系列 也有遊戲正在特價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去eShop逛一下喔 遊戲王昔日精選集 預計降於Switch上推出耶 過去在GB主機上推出過的遊戲 居然要移植到Switch上面囉 目前公開的消息還不算多 有更多資訊會再來分享給大家 蘇打隊長 預計降於2024年內推出 2D橫向的射擊遊戲 遊戲整體的畫面蠻可愛的 本身就是子彈屏的設計也很有趣 預告看起來整體的遊戲節奏並不會太慢 看來會有一定的挑戰性 《九魂的九遠》中文版預計降於5月30號推出 這款由蒼狼雷霆系列開發商推出的遊戲 這次居然要推出中文版喔 2D橫向的動作冒險遊戲 利用不同的能力來通過關卡 遊戲整體的美術絕對是它的一大特色 這款之前日文版消息的時候我就有點興趣 中文版會想要玩看看 《女神異聞錄Persona》 預計降於2024年秋天 在台灣舉辦LIVE演唱會 有夠想去的 但票應該很難搶喔 《潛水員大夫》推出周邊娃娃 大家會想要在家裡擺個大夫嗎? 以上就是本週新聞的部分 為了感謝各位一直以來對亂報的支持 每週固定的亂報正在舉行連續的抽獎活動 每週我們都會抽出 NSO、XGPU其中一個的月卡 抽出的項目會在每次的亂報當中輪流喔 本週抽獎的項目是NSO 各位只要有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對這次新聞的任何想法 並且訂閱這個頻道就符合抽獎資格 中獎資訊會在下一週的亂報公告給大家 那上週中獎的觀眾是畫面上這位 請於三天內私訊我的FB專頁 進行身份核對跟領獎喔 接下來看看上週新聞大調查的結果 多數的玩家認為 那個盜版罪犯是最有應得 盜版遊戲來賺錢確實很不應該呢 那本週的新聞大調查是 各位農曆新年有被說 怎麼大了怎麼還在玩遊戲嗎? 歡迎底下留言區按讚取暖 由於這部影片是事先做好的影片 銷售排行的數據目前還沒有出來 為了可以回去過年喔 本週銷售排行暫停一次 用一分鐘的時間讓你更認識XBOX Game Pass XBOX最近公布了2月即將要登陸 XBOX Game Pass的遊戲 這次我們換個方式 主要分享我自己比較有興趣的遊戲 A Little To The Left 這款遊戲是一款異智類型的遊戲 遊戲主要的玩法就是整理東西 答案是你家裡有一隻貓喔 這隻貓貓在你整理玩的時候會各種亂你喔 是一款看起來相當悠閒的遊戲 鐵鬥之城 暗夜儀式 五十蘭孝師推出的 類銀河戰士惡魔城遊戲 這一句話很怪 因為五十蘭孝師就是惡魔城的製作人喔 這款遊戲當時是以玩家募制的形式來做的 並且在推出之後獲得了成功 也可以說它是惡魔城的精神續作 如果是喜歡這種類型遊戲的玩家 這款真的不能錯過 數數上菜 碰到自己餐廳的一款遊戲 這款遊戲資源單人與多人遊玩喔 遊戲實際上可以玩出超多不同的花樣 這款遊戲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我曾經看過 有人把電裂的空間使用到極致 當時我就對這款遊戲有極高的好奇 這次可以在Xbox Game Pass上玩到 我也要開搞我的餐廳了 惡靈古堡3 厲害了我的Xbox 在上個月的二代之後 接下來三代也跟著推出了 只能說謝謝Xbox Game Pass 以上就是本次電玩亂報的內容 這邊宣傳一下 我在刺虎羽毛的頻道當中 有分享一些日常的閒聊話題 例如我當遊戲評審的心得 最喜歡的遊戲IP等等的聊天討論 如果各位也喜歡輕鬆一點的 遊戲話題閒聊 可以去看一下喔 我會把連結放在說明欄 那這次的電玩亂報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希望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我會祝福你玩遊戲都不會卡式關 那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刺虎 祝各位新年快樂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